全年总裁徐从仁 周二出席个人新书发表会时 谈到全年进来 靠社群小编 努力与年轻的华华 成功打进年轻课程 自夸行销就是要让年轻人有感 我们要照顾员工 让员工能够有花钱的空间 但话风一变 徐总裁竟然开始指责 现在台湾年轻人很会花钱 结想一看都是年轻人出国 老一辈的很少 还劝年轻人要忍耐 不计较低薪 新闻刊出后 网友瞬间涌入 油盐灌爆全年脸书粉丝页 小妻出生的就是小妻 低薪是灌老板造成的吧 还有网友说 你们老板叫大家不要花钱 全年不再去了 拒买全年货 大老板发言引起轩然大波 全年的小编被呛到无言 不敢回应 还疑似三文数十折 哈哈可怜的全年小编 报告总裁小编不开心啊 东新闻综合报导